Hello 大家好 我是OC iShare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製作氣球小精靈 一個綠色長泡氣球 留尾巴大概七到八個指寬 然後我們從他的這邊身體做起 然後回到他的帽子 我們跟身體有不同是他的身體 如果身體的時候要壓長 因為他的手腳比較細長 兩足 第二 二縫 一位 二縫 一位 三位 二位 四位 二位 好 接下来这个生鱼 好 这边是大这边是小 有点像鞋子翘起来的感觉 只想注意它的头 我做大约四个鞋子要稍微压一下 然后再做拿红色或是白色气球 我做它的帽子边缘的那个地方 这要压软一点 它这个脸是四个指宽 这里就要比它长一点 我们再跟它的身体做连结 从这边穿进去 然后再烙回去 把这个藏起来 然后这边可以把它裁掉 然后再做它的鼻子跟手 然后再做它的手 我们现在涂起来 然后再配它的鞋子画它的眼睛 然后我们最后再加上之前跟圣诞老公公一样的皮带 如果想要知道怎么做这个皮带做法的呢 可以去看我生代老公公之前的影片 它耳朵好像有尖尖的效果 它就固住一边然后把一边往里面推 上面是固定的 然后你再滚进去下面 然后我可以再给它一个很像礼物带的东西 然后拿几颗红豆绿豆或是黑豆 不要太多颗 可能五颗六颗左右就够了 太多的话如果气球破掉的话就会很难清理 我再来绑在小精灵的手上 不用礼物带的感觉 所以小朋友拿着 只要放的时候会有个声音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